你看他开始敲完点 车压没锁 你看他开始搬了 对啊 夸张 男子先是走向一辆机车 用手搬看看机车的坐垫 再拿起破坏器材 开始敲坐垫 把坐垫顺利搬开 再将下面的置物箱打开 把里面的私人物品 一个个取出 窃贼翻完一辆机车 直接走向另一辆机车 继续行窃 但既然有机车车垫都没锁好 里面的东西也全被搜刮 男子甚至还走到一旁的小货车 试图要开门 每一辆车都不放过 事情就发生在新北市多端方区 逢甲路 凌晨三点多时 巷子出现一位置物箱怪客 连续搬开好几台机车的坐垫 将值钱物品全掏空 居民得知状况后都难以置信 我朋友损失比较残重 是吗 大概什么东西 钱包不见 然后证件那些都不见了 唯一在车厢里面最值钱的两个行动电源 之前已经有几次过了 可是都没有成功 因为我晚上都有站 窃嫌已经来过许多次 除了巷子内 连逢甲路上也遭窃过 而27号这名男子又出现了 民众也将影片贴上网 让大家注意 本所获知本案之后 以派员至周边调阅监视器 目前积极侦办中 警方已经透过脸书民众的影片 以及调阅路口监视器过滤中 清查是否为辖内治安立管人口 但看看这处窃贼案最近传评 民众也应该多注意自身财物 避免受损 记者朱丁荣 江以安 新北市报道